普悠天前女友黄和娜涉嫌毒品犯罪,已被拘留 4月2日,普悠天前女友黄和娜与朋友的聊天记录中显示自己的警察高官人脉,称爸爸与警察厅长是最好的朋友。 此前有媒体爆料黄和娜是省立业店的常客,是英西独被立案的该店代表李文浩前女友。 在普悠天前女友黄和娜与朋友的聊天记录中,黄和娜曾表示,母亲要经常帮我善吼。 我经常闯祸,母亲当然讨厌我,骗我的人也特别多啊。 据悉当时是2015年12月,正是她毒品事件调查进入尾声的时期。 黄和娜还曾向朋友炫耀自己的警察高官人脉,我爸爸舅舅和警察厅长是最好的朋友。 据其好友透露,诉讼当时黄和娜在警察局长办公室接受调查,在SNS上上传了局长办公室的照片,但又删除了。 4月1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苦悠天前未婚妻南洋乳业名誉会长的外孙女黄和娜被报涉嫌吸毒。 据悉,2016年大学生赵某因涉嫌买乳出手机涉入冰毒的嫌疑被判刑,赵某的判决书中显示黄和娜曾一同吸毒。 据判决书中显示,黄和娜曾在2015年给赵某装有0.5克冰毒的塑料袋,两人一同吸毒。 韩国法院虽判断黄和娜是照某吸毒案的公犯,但黄和娜却并未受到任何惩罚。 对此,南洋乳业方面拒绝回应,表示并不是公司方面需要回应的事件。 4月1日,韩国南洋乳业方面就该公司创始人外孙女黄和娜涉嫌吸毒一事公开回应,宣布称与她划清界限。 公司方面表示黄和娜与公司经营无关,黄和娜已加水也没有从事与公司相关的工作或持有股份。 就因为黄和娜是以故创始人的外孙女,就把南洋乳业一起关联进行报道,让公司职员代理店老板奶农及其家属等都受到了伤害,希望与黄和娜个人有关的内容不要牵涉到南洋乳业。 据韩媒报道日前,因毒品案被拘留的南洋乳业创始人外孙女黄和娜的艺人毒品朋友事件引起广泛关注。 被拘留的黄和娜连续数日提高水位指认特定艺人正在发酵字迹迁毒品事件的疑惑。 与警方表示6日,黄和娜主张称因为亲近的艺人,所以自己再次碰了毒品。 7日,黄和娜称该艺人在我睡着的时候强行给我注射了毒品。 这名艺人是通过熟人购买的毒品,还让我去买毒品。 7日,韩国警方表示,黄和娜已经承认自己吸毒的嫌疑。 此过程中,她再次主张是艺人。某券又自己吸毒。 因此,警方已经着手对其开始进行调查。 目前,黄和娜提到的艺人只有,一名。 法律界分析认为,黄和娜的说法是在想减少自身责任的同时,凸显自己是受害者。 目前,黄和娜否认流通供给毒品。贩毒的嫌疑,但承认了罪名较轻的吸毒嫌疑。 黄和娜涉嫌于2015年5月6月和9月吸食毒品,去年4月非法使用了含有依赖性绿销安定成分的两种药品。 去年10月,警方就相关嫌疑对黄和娜展开了调查。 2016年,因其毒被判有罪的?某的判决书中曾指出黄和娜就是毒品提供人,但当时警方未对黄和娜进行过调查。 目前,警方正在进行其背景的内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